不知不觉间浪劫舞的姐姐们都已经进入二宫备战环节了 这一次的选取难度不小 周董的清花词 考验唱功的素 对唱跳水平要求极高的楼外楼等等 每一个舞台都让姐姐们头大 从小考环节就能看出大家焦头烂额的状态 比如七微组全程望词加走音 最后考核以零票收尾 太丢人了 而和解组也没好到哪里去 周杨青开口就跑到了八百里之外 迈连歌词都唱不明白 杨锦华更不在状态 光是靠和解一个人 恐怕是带不动这群猪队友 反倒是散装队伍万尼达组演唱的 《万物盛开法则》超场发挥 想必会在二宫乍翻全场 当然练习与小考环节看点也就那样 节目最吸引人的地方 还是姐姐们日常相处中的你来我往 二宫选人环节也将人情世故 依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低情商的人当众提要求 高情商的人早就私下组好队了 01低情商 其实节目到了二宫 姐姐们都熟悉了很多 谁和谁关系好也一目了然 所以在选人环节 大部分人还是愿意找自己的老队友 偏偏有人情商太低 看不懂眼色 非要上去掺和一脚 那就是朱丹 当刘欣担任队长 并获得挑选队友的资格时 朱丹立马忘记了自己的老队长尚文杰 跑到刘欣的房间自建 但人家连赵一欢 苗苗等前队友都没考虑 又怎么会选择八杆子打不着的朱丹 而且就算是选新的队友 刘欣也会选择背景给力的郭碧亭 而不是要人气没人气 要实力没实力的朱丹 只能说朱丹自我感觉太良好 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刘欣拒绝 还含了原本的队友们的心 所以在选歌环节 朱丹站在台上疯狂暗示他 想要跟尚文杰一起唱歌 可对方压根没往心里去 转身就跑到了自己想去的队伍 其他队友跟朱丹的交流也不算多 看得出他们的队伍 因为朱丹的自私 已经出现要散伙的架势 各找各的组合 谁也不管谁了 更可笑的是 尚文杰在发现虚拟这首歌 要轮空的时候 后悔了 他想起了被自己丢下的朱丹 重新提议组队 但这个时候 朱丹已经到万尼达组 满脸的纠结与无奈 还当众说 尚文杰你拒绝我在先 我才拉着他们 你不能这样 这话就好像是说他没办法 才选择了这群新队友 好家伙 一句话说的两方心里都不怎么舒坦 朱丹你是懂得语言艺术的 不愧是主持人啊 仔细想想 他跟尚文杰大哥不说二哥 情商都不怎么高 所以在选人环节 才出现了这么一系列尴尬且抓马的桥段 真正高情商的人 早就私下商量好了 选人环节轻松拿捏 不仅保留了脸面 还维持住了整体的实力 02高情商 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 完全没有想过 刘欣会放弃队友 选择锅必停 一方面是两人在节目前几期 没什么交集 另一方面是 他们一个玩摇滚 一个走佛系路线 话风也根本不搭呀 其他姐姐 就是观众们的脸替集体陷入震惊中 但回过头来看 刘欣情商确实不简单 他的前队友赵一欢 范甜甜等人 实力重归重举 人气也一般般 而他要一直拖着这几位姐姐往前走 太难了 这回好不容易有机会重新选人 他肯定要招纳更有资本的姐姐 所以干脆所有队友都不选 转头选中了郭碧婷 看到这里 其他人应该都明白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毕竟向他的影响力 谁不知道 刘欣选的不是队友 是人情世故 是前途啊 郭碧婷也肉眼可见地松了一口气 他本来就不适合当队长 这回有高人气的姐姐带着他飞 何乐而不为 两位姐姐一拍即合 在有利于自己这一方面也算是默契十足 另一边 陈立军组在选歌环节也照顾到了每一位姐姐的心情 其实他们组合磨合的已经很好了 如果突然加入新人 恐怕会影响整体的节奏和氛围 这个时候 柳妍看出了大家的想法 直接指出四人组和六人组的优缺点 萨鼎鼎也表示出自己的意向 更侧重于四人的歌曲 于是 这一对就彻底保留下来 完全不用担心换人的问题 也不掺和楼下那些纷纷扰扰 独自美丽 何尝不是一种智慧 还有一组的团魂也是肉眼可见 那就是七微组 在选人过程中 蔡文静看出了谢金燕的忐忑 直接带着她走进了七微的房间 其实七微一点没有意外 恐怕也对这个选择心知肚明 最重要的是 如果按照个人喜爱度排名 泰国女星麦就没有机会进入他们组了 要知道 一公五台麦太能划水 语言沟通也成问题 对于他们组影响太大 而二公重新组队 正好少了一个包袱 还多了一个大姐王林 不需要教队友中文了 队伍的氛围越来越好 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表演本身 希望正式公演现场 几个老姐姐不会忘词吧 不得不说 综艺节目最能看穿明星们 在镜头前的伪装 有些人费尽半天力气 还是不讨好 有些人选择顺其自然 抱团取暖 还有人情商高 眼界宽 每一个举动都对自己有利 做出的选择虽然有争议 但足够精明 所以 在娱乐圈想要走得更远 还是需要保持情商在线 而那些路人员抑制不好的姐姐们 真不怪命运 只能怪自己不会说话 不会做人 与其纠结 为什么没有人选 为什么组队总是不顺心 还不如低调做人 它是训练 而对于观众来说 浪捷舞既是一个综艺节目 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跟着姐姐们学习处理人情事故的方式也不错 节目的镜头就像是一面照妖镜 让许多女明星原形毕露 所以谁最招人烦 林妖刘欣 口是心非 其实在镜头面前 姐姐们的感情 掺杂点演技 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但像刘欣这么口是心非的姐姐 还是太让人吓头了 由于个人喜爱度排名高 她获得队长之位 并率先选择队友 一般来说 这个时候 她应该选择自己的老搭档们 但刘欣表面上哭唧唧 实际上拒绝的一点不含糊 苗苗 赵一欢 范甜甜 王林这些姐姐她都不选 反倒是选择郭碧婷 不夸张地说 当看到刘欣走向郭碧婷的时候 屏幕前的 我跟周扬亲一个表情 一整个惊呆了 刘欣给出的理由 是她唱过南乡的角色曲 与郭碧婷也算是有渊源 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自己看到的郭碧婷很害羞 但能感受到对方内心想要释放 好家伙 这是走意识流了呗 这选人的理由也是相当抽象 但观众不是傻子 郭碧婷在节目里 就插姜黄这个字写在脸上了 刘欣为了前途抛弃队友 而选择她也不用掩饰 与其口是心非 还不如坦坦荡荡表现出自己的野心 只能说 刘欣这一波操作属实败坏观众好感 027V迷之自信 除了刘欣 还有一位姐姐的人气与路人员逐渐不成正比了 那就是 七V 她太懂综艺的套路了 但有时候用力过猛 反倒是起了反效果 就比如 七V跟蔡文静强行组CP这件事 就让观众实在磕不动 而且七V的实力压根没有吹得那么好 初舞台就不用多说了 起 起 的声音太魔性了 到了一宫舞台七V浮夸的表演 也没有达到炸裂的程度 二宫小考她唱的青花词 也遭到观众疯狂吐槽 说白了 她就属于雷声大 雨点小那类人 压根没什么真本事 偏偏七V自我感觉相当好 公布个人喜爱度榜单之前 主持人谁有信心获得第一位 她毫不犹豫地向前一步 面对镜头 七V嚣张道 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凭什么让人家相信你 这是点谁呢 而另外两个姐姐也没惯着她 陈立军直言 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不是我 而刘欣更直率 她坦然道 我觉得第一的位置不是那么好做的 我喜欢舒服一点的位置 所以我差不多就行了 前者谦虚 后者通透 反正两人的情商都甩了七V好几条街 最后成绩公布 七V个人乘风值是三人中最低的 好像被叶尔光扇在脸上 丢人都丢到家了 林三朱丹 只顾自己 能来参加节目的姐姐 无非是想要借着镜头实现翻红 每个人都想要往上前爬 这倒也无可厚非 但有些人的吃相 未免太难看了 没错 说的就是朱丹 二公选人环节 她直接放下队友们去找刘欣 真是谁红跟谁玩啊 但刘欣也没太搭理她 毕竟朱丹自己 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最后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座位上 本以为她没有脸面 继续跟前队友尚文杰等人组队 但为了能出头 朱丹连基本的体面都不顾了 还一个劲催促尚文杰 跟她当队友 并且带着她唱歌 但等到朱丹真的组好了队伍 再受到尚文杰的邀请时 那些虚伪的情谊 早就不重要了 从朱丹一系列的骚操作 就能看出来 只顾自己的她 在节目上 很难交到真朋友吧 林四金梦佳 查理查器 其实一共演出结束后 最应该离开节目的是金梦佳 身为跨界姐姐 她人气 唱跳能力和颜值都没有 堪称三无选手 全靠跟芒果台这层关系 死赖在节目里不走 而在训练室中 观众也见识到了 金梦佳的茶味 没想到她能说出 自己要跟孙夏琳 正宜可争夺队长职位这种话 而且金梦佳的竞争优势是 她是长沙人 她觉得自己能够更好地 照顾姐姐们生活起居 拜托 这是选队长 又不是选保姆 最后 郑妮可绕过她 并且选择孙夏琳当队长后 金梦佳的语气 还颇为不服气 声称 她郑妮可 做过一工队长 她知道我们这样一个秀 需要什么样的队长 既然她相信孙夏琳 那我也选择孙夏琳 没错 金梦佳压根没反思 自己完全没有资格当队长 反而给人一种自己妥协了 少数服从多数的无奈感 脸皮未免太厚了